投資朋友大家好 感謝各位繼續支持信賴靜責解盤 而且您的支持和信賴是靜責坐在這邊 最大最大的一個力量 你說是還是不是 我想我在說什麼大家很清楚 第一個靜責 當然不是只有GR一檔股票 甚至我覺得現在為什麼只要GR也有問題 好像每個記者 每個電視台記者都來訪問靜責 看起來是和我真的做過研究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關係 凡是現在新聞鬧最大的GR也有問題 好像就變成是我的問題了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我沒有帶各位好好的賺足六張建亞 37.85元嗎 我沒有帶各位好好賺一下 1786的科研從90塊錢進場嗎 其實我今年最驕傲的股票 是4123的成德 從88塊錢進場到140塊錢 這一波上來 我又帶各位買在低點 甚至也包含4743的合一 那麼這一波上來又買在低點 我不是只有這一檔股票 甚至我們今天還把漢為科出在高點 我們也有電子股 但是好像基亞一有問題都來找我們盡責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要感謝各位媒體朋友的厚愛跟肯定 不過說真的一件事情 基亞的股價那個樣子 說實話站在他旁邊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運氣不是很好的感覺 你說對不對 但是有機會能夠給各位真正的一個未來的知識 有機會能夠挑戰這個全市場上面最大最大的一個難題 甚至是個懸案 我想對我來講的話 也算是個非常重大的人生考驗 和人生當中的一個未來的突破 這一點等一下在我節目當中 我還是會再次跟各位來做報告 況且昨天接到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其實我心裡頭是知道的 也滿開心的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們在7月25號的時候注意喔 現在有很多人在指責說 你看誰誰誰曾經講過基亞 誰誰誰曾經講過生計 那麼他們就是貪婪 他們就是貪心 他們就是不好的操作 我想我直接問大家 操作的好或不好 由你做決定 在7月25號的當下 在基亞要開始轉落之前的那個時候 有很多人說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放了好消息 所以你過度樂觀注意喔 今天的某週刊的報道 也是這樣子寫說 在這邊放了好消息 所以有些電視名嘴 我們就是電視名嘴 我們就是頭顧老師 反正也被人家罵習慣了 你要罵我 怎麼罵我都很簡單 只是說你自己去想想看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帶你賣出2分之1到3分之1 尤其是雲城幾乎是砍一半 尊榮會也是全砍 這幾天我們都已經有跟各位不斷的強調了 有人打電話跟我說 謝謝我幫忙他賣出19張 因為他本來有38張 我們的操作是好或者不好 夠不夠誠實負責 由各位自行來做一個公斷 反正市場上面 我的家族現在最多就是19張 有一個人是19張 其他的都比這個張數還小 所以坦白說一件事啊 我還在想這個 連我自己家裡的助理跟經理 還有我老闆都看不下去 他說你過去不要說 沒有幾個人知道 別的分析師手上五六十張的都沒有講 我不想跟別人比 我只想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讓各位有個交代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我們要跟各位來報告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過度指責 說不定反而會見底 各位去想想看 以前SARS的時候有人看到多少 看到2000點過度指責了 結果4000點足底就上去了 那個2000點的分析師就不見了 注意啊有的時候過度指責 就像前年的時候 宏達電到了270塊 你給他罵了狗血淋頭 宏達電沒救了 結果一次嘎到多少 一次到1300耶 所以我現在的確還是沒有看好宏達電 但是我也不敢過度指責 所以如果是等一下我們發覺 不管是對基亞也好 對生計股也好 過度指責 因為每次的過度指責呢 就很容易見底 說不定啊 又是你最愛最恨的生計股 又要見底又要重新開始了 所以我想今天來 還是跟各位來報告盤市 那麼整個觀念上面呢 也會跟各位來做一個帶道 最簡單的一件事 大盤來注意喔 各位看到沒有 大盤拉下來之後 到了9017點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啊 過度指責 什麼叫過度指責 就是怕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當時一聽到說 哇美國又空襲伊拉克北部庫德族 ISIS那個可惡的聖誕組織 各位看到沒有 結果美國發動戰爭了 美國股市大漲收藏紅耶 各位啊 如果你懂的話 我又一直跟各位強調 美國的摩根 美國戰爭 戰爭是怎樣 是要跟市場買東西啊 所以美國戰爭是發財 你知道沒有 所以每次戰爭就是拉起來 我就一直跟各位強調 全世界認為的利空 過度指責了 結果美國大漲 所以造成這一波的反彈 那美國現在還在收藏紅 美國也還沒有直接攻到 一個反彈的0.35 或到0.5的一個位置喔 那你還會很怕所以收黑K啊 我今天來跟你講這個每日一招 我覺得延續昨天的就可以啦 什麼叫黑K啊 利空嘛 悲觀嘛 反過頭來 我認為這個行情裡面 既然你還在利空 還在悲觀的話 那還會漲 那我還是告訴你這個答案 好的股票只進不出啊 什麼時候要賣 等你樂觀的時候 等你覺得全市場上面生技股 太陽能 包含太陽能在內喔 包含太陽能在內 你都很樂觀了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個行情就真的該賣啦 所以反彈波不怕利空悲觀 現在還在利空悲觀 而且還有利空繼續 還有人過度指責的情況之下 OK啦 我覺得這個行情裡面 仍然是OK啊 還是跟各位說一件事啊 真正的富貴 你一定要能夠看得懂抄疊 看得懂所謂的險中求啊 來今天一來 我們就挑戰最困難了吧 各位注意啊 我相信有注意新聞的人 已經知道禁責要跟各位報告了 那麼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將會有這個所謂的某家雙週刊 還有一個叫雙週刊 一個叫No.1週刊 反正都是寫雞雅很不好 那也有人說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情況 是個炒股 各位看到沒有 他用炒股大騙局這幾個字形容 我只能講一句話 股票市場哪一檔不是用炒的 只是我必須要持平而論 今天基亞 如果有人認識他們 公司的人也要講 你炒這樣真的太難看了 真的說實話一點 讓人家真的支持不下去 那麼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但是股價太難看 並不代表基本面有問題 各位看一下注意 然後他裡面提出來一個 非常重要說這個叫做NIH 裡面的報告 他說效果不如預期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欺騙的行為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這是個非常嚴厲的一個指控 所以基亞今天一大早 就已經請出了所謂 中研院院士出來開記者會反駁 因為這已經涉及什麼 涉及詐欺涉及犯法了 所以基亞的董事長馬上就出來 注意喔 我們這個裡面最重要的 來攝影師拉全螢幕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 他是告訴你說這個NIH 你所引用的報告 是裡面一個週刊 週刊是每個人都可以寫的 就像call-in一樣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我說這個有效 我說那個沒效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他不是NIH 也就是美國的官方報告 我覺得這一點來講的話 真的點得很緊 我必須要直接講 這個報導的記者的話 如果光這一件事情的話 你上法院可能真的會有問題 因為我也是記者出身 我很清楚 你引用錯誤 而且將來你是不是要道歉 那是要看基亞 要不要接受 第二個部分 他特別找了中研院院士 兩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叫陳培哲 第二個叫陳定信 這兩個非常重要的 中研院院士來參加 意思是說 PI88這個藥物是 中研院院士參與的計畫 這個事情就比較大條了 各位去問一下下 我相信今天 很多人 反正股價跌成這個樣子 我很坦白的說一件事情 好多人都講到他很神勇 那個時候就跟你講什麼 基亞有問題了 我說你只要能夠找到一個人 基亞是沒有空單 只要能夠找到一個人 在這邊放空 超過499張 我盡責參加他的會員 我參加他最高級的會員 定級的 看你要開多少 我都加入 什麼意思呢 根本沒有人會發現說 原來如果基亞 超過6000多張的時候 那麼基亞跟雲城 會產生當機的效果 等一下我再會跟各位報告 但是先不要管那麼多 簡單的說一件事情好了 如果現在還擁有基亞 坦白說也是滿無奈的 那假設你像我們一樣 38張出掉了19張 那剩下19張應該怎麼 不是像我 像我們家族的一個人一樣 這是真人實事 我們有的 才兩張一張 但是我還在講 我怎麼這麼健康 我整天說剩下 不是比較緊張 各位注意一下 來注意看一下 剛才你看到 中研院院士參與 100年12月5號 經濟部補助基亞三期計畫 就是你現在所質疑的三期計畫 經濟部拿了1.2億元拿來補助 102年的時候 國家衛生院來開發基亞疫苗 來 中研院院士來加入基亞的 PI88注意喔 還有OBI這兩個藥物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團隊 這是中研院的計畫喔 中研院院長推薦喔 這裡面有個PI88 這裡寫得很清楚 我相信看我節目都很清楚喔 然後再各位看一下 來 國家政策白皮書裡面 還有類似背書啊 甚至呢 很多計畫都有名人參與 這個人叫做營眼糧 是建設所謂的基亞疫苗場的旗衣啊 現在聯電集團也策略性來做一個合夥 進入所謂基亞疫苗場啊 甚至呢 他也有子公司 基亞疫苗跟溫士頓啊 所以呢 第一句話各位看到沒有 一顆藥值600億超 一顆藥值600億 注意喔 人家基亞還有第二顆藥物喔 他是和日本所謂 公司來合作 還得到14個國家的歐洲專利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今天要騙你買一檔股票 不要講生技股了啦 講電子股就好了 隨便說 你看我發明了一個晶片 那個晶片怎樣 來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沒有人知道說 立望 細製財 長什麼樣子你給我看 一句話就好了 幹嘛 弄到國家衛生研究院 中研院院士 中研院院長 還有國家政策白皮書 還有日本專利 還有歐洲專利 弄到這麼複雜啊 所以我坦白跟各位說 光這些人 我還有 那這個是什麼 這頂多是個記者吧 頂多是個週刊嘛 這些全部都是正常 都是國家單位 你選擇相信哪一邊 我選擇相信國家單位喔 等一下我還告訴你 我這持平而論 但是呢 所謂禍福製造啊 如果你自己的股價 沒有控制得很好 你不小心控到 盪掉了 那你基亞公司當然要負責 但是呢 過度的指責說 它這個是一個藥物 是個騙局的話 那不是只有傷害基亞 那連我們國家的新藥 全部都傷害到了 什麼情況呢 我覺得這個傷害 真的必須要 必須要一定要澄清 因為這是升官我們國家的一個競爭力啊 等一下 靖哲說給你聽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檢能檢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叫到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倩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逆件事 當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學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是黃老師 即二十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TVD課程 進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記聽 請用去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長輩 下次回來 靠近 我覺得我這樣子講 我是用持平觀察的一個模式 我還是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我在分析基亞 但是基亞不是我們單獨的一檔股票 我只是說大家都來找我問 因為好像別的分析師完全答不出來 你說對不對 反正別的分析師只要看財序這麼寫 等一下你去看 全部通通一起罵 我也常常講個笑話說 如果你真的那麼厲害的話 那你至少之前你先放個空 沒有人罵 所以這件事情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社會上對新藥的不了解 牽涉到說這次基亞超車的一個速度 超越了我們所有投資界的認知 太緊的董事長娘許明珠就說 台灣沒有任何生計的分析師 連我都被否定 因為他不認識我 但是至少他可能這樣子 轉轉轉轉轉轉 就跟你這樣一樣 反正大家都說生計是假的 什麼都是假的 我只是告訴各位一件事 這一件事說明了一件事 說明某些週刊最近賣不掉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寫一些嚇死人的東西 你寫人家假文中股市大戶 說人家有一大堆的雞 人家是不是告訴你我只有十張 還拿單據給你看 所以已經不是一個錯了 我們持平去觀察這件事情 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在這篇文章裡面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說一顆星要600億元不值 那麼我很直接跟各位講一件事 報告我今天應該有帶過來 等一下你看一下 來工研院 所以我說過這件事情牽涉什麼 中研院 中央研究院 國家衛生院 經濟部補助 國家政策白皮書 那麼工業研究院生醫所 他已經給你估出來 PI88多少 520億到多少 到738億 那請問一下 你要相信哪一邊 工研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週刊跟你說 不可能是600億 所以說穿了一件事 今天倒楣也倒到他了 說不定倒到他了 第二個 他說這個部分 也就是他引用的報告 現在剛才你已經看到了 基亞說他引用的報告是錯誤的 是人家是刊登的 是call in的 不能代表國家衛生研究院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說只有酸塞跟干擾素才有效 這個各位可能不太懂 總之呢 是現在目前 你只要癌症的時候 要不就切掉 要不就是所謂電療 化學療法這種情況 他說這個文章裡面 講這個才有效 這個是不一定有效的 基亞的方法 抑制血管 癌細胞擴散 這個不一定有效的 不一定有效 那到底是有效還沒效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各位看一下 4174的浩鼎 他做什麼 免疫療法不一定有效 心療本來就不一定有效了 再講個最簡單一點點的 你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做什麼 幹細胞吧 你要用期待血除幹細胞 不一定有效 甚至我也到過頭來講說 酸塞干擾素也不一定有效 因為大部分人得癌症 最後還是 還是有很多人去見了上帝 也是不一定有效 所以他們的結論說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 新倫效果遠遠大過股票的張力 很多人說這個叫精心規劃 我想我講的最簡單一件事 第一個基亞 基亞本來沒有PI88 基亞本來是OBI的 你可以看得清楚 他本來是這個藥物 叫做OB 看到沒 各位看一下 OBP301 這是中期的肝癌新藥 PI88是哪裡來的 是澳洲普森森劑做出來的 不是基亞發明的 然後2007年台大醫院試的時候 在二期臨床試的時候 發覺說非常有效 所以他們就藉由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看一下 這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這裡面寫得很清楚 來 這是台大醫院的報告 肝癌病患有福了 國內台大醫院等醫協中心 跟一家藥廠合作 什麼澳洲引進 對不對 看到沒有 當時你這篇文章裡面 如果看得到基亞兩個字的話 我頭脫下來給你當球踢 這是基 剛發明的時候 人家寫的報告 我沒有時間跟你整理 你喜歡看 我可以跟你分享 他根本不是他發明的 是澳洲發明 然後在台大醫院試的有效 才藉由翁企會院長說 不然這樣好不好 你轉賣給我們基亞 把技術轉給我們基亞 讓我們基亞幫你做後面的工作 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 如果這是一場 所謂的從頭到尾都要騙 連政府一起騙的 那應該是澳洲人先開始騙的 那應該是台大醫院先開始騙的 那基亞也變成受害者 所以我說過這篇文章 大有問題吧 你各位 現在好像到過頭來幫他宣傳 反正他是要賣雜誌 我也是常常講一句話 謝大佬已經這把年紀了 對不對 還跟人家爭這個幹什麼呢 不講那麼多了 是什麼東西你自己去猜 注意一下下 人家正常的心要沒過關 股價是這樣走 跑到哪裡去 來看到沒有 跌一天之後就馬上漲回去了 正常的心要沒過關 你看清楚了 同樣的正常的心要沒過關 然後就跌一天就進去了 那為什麼基亞會發生這個現象 答案很簡單 從頭到尾為什麼跟你說 這叫當基 交易制度不良 因為你基亞 他們那種跌法 一天可能跌20幾% 跌20幾%的話 我們舉簡單的事情好了 假設這個周刊寫的 地保大戶他可能有1000張 迪化街大戶也有1000張 台北跟高雄好了這樣 各有1000 迪化街大戶想買1000張 迪寶有1000張 迪寶殺出去 迪化街馬上接 OK這樣就沒問題了 現在發生說 因為他每次是漲跌停板 每天只能跌7% 所以迪寶也掛 反正有錢的人大家都掛 掛到最後迪化街大戶 怎麼賣壓這麼重 我晚一點再接 越晚越晚就到最後 就一直往下 所以我今天反過頭 我來跟各位講一件事 說不定這些過度的指責背後 反正最後總會有人接 又剛好又碰到什麼 所以如果基亞是發生在 沒有漲跌幅限制的地方 我們今天更不用談它 可能一集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一直在過程 你知道沒有 說不定有人在下面等著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玉蚌相爭 魚翁得利 如果我是要準備買基亞的人的話 我沒有講是誰喔 如果我打算想要買基亞的人的話 最好你跌到 你繼續跌 最好周開通通來罵他 最好你也忘記說 這是中研院背書的 也是中研院院士 兩個陳明哲先生 等兩位肝臟權威來做一個背書的東西 OK 所以我就說各位沒關係 先把這個事情放一邊 因為這是爭端的一個重點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中天成德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各位看到沒有 來注意一下下 所以我說 不要把我當成基亞代言人 我實在不是基亞代言人 你要說我是志勤代言人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還知道高檔的時候 志勤只幹嘛 只做第三期 只做那個收買工 所以他只有22億 基亞一顆要可以賣500多億 他只有22億 所以這兩個不一樣 你要質疑 先去質疑志勤 所以我覺得這個專業水準 可能要好好的加油一下下 第二個 陳德 有人說為什麼 一顆心要600億元不值錢 我明天再給各位更詳細的解釋 請注意 一顆心要研發的成本 可能要400多億 480億 我直接告訴大家 這是美國統計的報告 所以陳德說他將來要怎樣 要拼到500億想要幹嘛 他也想做新藥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有努力的 只是你沒有去注意他而已 只是你沒有去注意他 他也想做新藥 會不會兩年之後你也說 陳德也是個變病狗 也是一場騙局怎樣 何醫前兩年何嘗不是說要做新藥 你跟他說是一場騙局 結果呢 化療樣現在不是大家在吃了 所有的藥本來都是新藥 阿斯匹林 1890年也是新藥 對啊 還沒有證明的事情 當然都叫做新嘛 那我問各位 iWatch好不好 那叫新產品 新藥就是新產品的一種 你在做電子股做新產品 對啊 來 來 這個不是新產品嗎 藍寶石基板 來啊 射到哪裡去 你自己看看一下好不好 射到這裡 投資都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心去做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真的會被人家操縱 但是我們 全部按照我們的規劃去做 甚至呢 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的時候 不要後悔 我還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來 像這樣的個股呢 你今天不進場的話 可惜的最後一定是你自己 像這樣的個股 假如你今天不進場 可惜的最後可能是你自己 甚至各位看到沒有 來 五大生計股 那麼 如果你不進場 可能就是你自己 還有這麼多還沒講完 我真的是 我過去來人家上班 來生計公司上班 我還有這麼多還沒講完 如果各位 還對於生計股有任何疑問 任何問題的 包含了這些 你覺得證據不夠確實的 還有什麼東西的 歡迎你 第一個 來電來做一個洽詢 第二個部分 我們今天的研究報告 也可以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但是 現今天 等一下五分鐘之內 你要打電話進來就可以 五分鐘之後 十五分鐘好了 十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不再接 有關這一次所謂的 分享報告的電話 有興趣的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我們會盡可能把報告 分享到你的手上 有這麼多這麼多 跟德莎瓦的什麼去比較 你看完這個之後 你就發覺說 禮拜六日的週刊看的 會一笑置之 那是過度指責 過度指責之後 或許就有行動的訊號了 沒錯 我們會再次聽... 再次聽進... 深水 Gente大小小小 los 缺水很辛苦 沈水有Pipboo 神水よ peepbop 而且有水氣材輕鬆深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goo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华镇月饼 即日起至8月17 七五折优惠 赶快把握机会哦 请快拨打 29753310 297533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